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世界上最离奇的国家 简直是可以这么说是人类奇吧 这个国家不允许人们使用手机 这想一想实在是太恐怖了 因为我觉得呢,在现代人生活当中 手机是第一重要的 汽车呢,是第二重要的 反正我生活中 我觉得现在这两样东西一直到死亡 我是再也无法离开了 因为没有手机 我简直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没有手机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再进行任何联系 同样,没有汽车靠两条腿我呢,干什么呢 我不喜欢做那个公共交通工具 跟大家集成一对 而且呢,现在病毒 中国病毒呢,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使得公共交通工具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充满了危险 因为他可能感染病毒 我甚至在想 这个手机病毒可能比女朋友还要重要 因为什么呢 没有女朋友一个人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好 但是在现代社会里面 如果你一个人没有手机 你怎么生活啊 所以说呢,手机呢 几乎成了食物之外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食物 居住 居住你当然有辆车 可以住在车里面 我把我那个车的后备拆了 我以后就可以住在我那个车里面 实在不行的话 也就是说呢 有辆手机 有辆车 一个人就能够维持最基本的 有尊严的生活 而且是现代生活 所以说呢 这个国家呢 居然没有手机 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的统治者认为呢 如果人民使用手机呢 就能够互相在一起勾结 互相勾结呢 政府呢 就难以监视 如果大家都打手机 互相勾结的话呢 他认为呢 这充满了危险 因为在这个国家里面呢 是规定了 是人们不能够在一起交通接耳 一切都要经过政府批准 哪怕三个人在一起聚会 都要经过政府批准 就是说走路都要排成重列轴 你都不能三三两两的 一边说话一边走 因为你在商量什么 嗯 你有没有可能模反 所以说这个国家呢 它的这个古老程度呢 应该这样说 是匪夷所思的 我们知道这个地球上 现在有两百多个国家 没有手机 不准使用手机的国家 仅仅这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国家呢 还有很多离奇的行为 嗯 他还不准使用微波炉 我的天哪 这个微波炉 在厨房当中 现在几乎是必备的 为什么呢 你热个饭 热个菜 热个汤 甚至有时候 把咖啡 那个我有时候呢 我烧好的开水 我就不想再烧一遍 我就把那个开水 直接种到那个杯子里面 一分钟就可以夹热 然后就可以冲一杯咖啡喝 你说你不准我用微波炉 我怎么热菜呀 特别是冰冻的菜 我一般喜欢把菜 冰冻起来保存 因为可以保存 十天半个月 都没有问题 然后吃的时候 只要放到微波里 转个几分钟 就OK了 而且它的味道 基本上可以保持原味 你说你没有微波炉 现在生活怎么能进行 还有一个 它没有电饭煲 而且这个国家呢 还是吃米饭的 没有国家 这个没有那个电饭煲 烧米饭 这个我估计 凡是有经验的人都知道 那是很困难的 很容易 这个米呢 大米如果没有电饭煲的话呢 第一呢 有可能是烧出来夹生饭 第二呢 是可能把饭给烧糊了 因为小时候我有这个经验 那一不小心 水割少了吧 它会糊 它会那个夹生 水割多了吧 它会烧糊 火太大了吧 它也可能烧糊 火太小了吧 它也可能夹生 所以说呢 电饭煲的发明呢 应该说呢 它是最适合大米的 所以说电饭煲呢 可以这么说 对于吃大米的民族来说呢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 但是这个国家 不准使用电饭煲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 你都使用电饭煲了 这个多么浪费电啊 我们都知道 这个电 在世界上 在美国都便宜得要死 很多人 你一个人一年在美国 有时候 你要是简朴的话 只能用几十块钱的电 但是这个国家 不准你用电来煮饭吃 还有呢 这个国家还没有宠物 没有猫 几乎没有猫 几乎没有狗 为什么呢 很简单 这个国家呢 倒没有专门颁布法律 或者政策 规定你不准养猫 不准养狗 但事实上 谁也不养猫 谁也不养狗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你家养猫 养猫养狗 邻地就会瞄准 就会找机会 把他逮住 回家把他饱饱吃了 而且这个国家的人呢 热爱吃狗肉 所以说呢 你养猫养狗 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所以这个国家 几乎没有猫 几乎没有狗 这个呢 就使我想起来 毛泽东时代呢 我曾经呢 不 我曾经拜访过 一个宅美名 一个学生领袖 那个 他家呢 住在这个洛阳 只有二十里路 一个新安村 他那个村里面的人 居然不种菜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这个村里居民 都不种菜吗 他说五十年代开始 我们这个村里人 就再也不种菜了 他说 谁敢种菜啊 你种菜 全城的人 那个大地书记 什么的 村长都过来吃 把你家的菜吃得光光的 所以说那 没有人在愿意带种菜了 我说那你们不吃菜吗 不吃菜啊 他说逢年过节 到县城里去买点菜吃 他说我们这个村民 已经养成了不吃菜的习惯 我说那你们每天吃什么呢 他说早晨吃饼子 中午吃面条 晚上吃饼子 一年到头都是这样 中国的北方人 在这个生活是非常非常艰苦的 尤其在毛泽东时代 这还是在邓小平时代 如果在毛泽东时代的话 我估计饼子面条是吃不上的 他们只能吃芋头 这个国家呢 还有一个奇葩呢 就是根据这个世界 粮农组织的这个统计呢 这个国家的人呢 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呢 要经常吃草根和树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粮食不够吃 每个人每个月呢 只有三公斤大米 或者有的只有两公斤大米 甚至呢 只有一公斤大米 另外再加上一斤 一斤棒的面 玉米面 或者两斤玉米面 两公斤玉米面 这肯定挨饿 怎么办呢 于是人们就去挖草根吃 就剥树皮吃 这个不是这个造谣 这是联合国粮盟组织 到这个国家去统计以后 得出的结论 因为呢 这个国家呢 每年呢 有大概五分之一的粮食呢 来自于联合国粮盟组织 联合国粮盟组织呢 从美国 从日本 从世界各地 从欧洲 从中国 都征集粮食 送到这个国家去 就是全世界 这个国家呢 接受的粮食的援助 是最多的 所以说呢 联合国粮盟组织呢 就有权 对这个国家 缺粮状况进行调查 它调查的结果呢 是居然有 三分之二的人民 三分之二的家庭 要吃树根 吃这个草根 吃树皮 草根和树皮 怎么吃啊 我简直都难以 我知道中国 在六十年代 中国人 大部分中国人 尝过这个 草根和树皮的味道 草根呢 我倒是小时候 有一种甜菜根 我记得跟那个小伙伴们 就拔炒的时候 他们说这可以吃 在嘴里面呢 把它搓干净了 放在嘴里面 嚼一下有点甜味 但是你说那个树皮 那万一怎么吃啊 我真是 所以这个国家呢 实在太离奇了 而且呢 这个国家的小偷呢 也非常特别 我们都知道 现在全世界的小偷呢 一般来说呢 你像美国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 偷东西的小偷 没有什么入室的小偷 没有扒手 也没有到人家家里 去偷这个家具的小偷 或者偷电机的小偷 为什么呢 因为大街上没有小偷呢 这是全世界的大概 爬手主要集中在中国 因为这个其他国家呢 通道是非常危险的 你比如说在美国 美国的这个 那个纽约的这个 那个42街 还有这个曼哈顿的 一些的闹市区 它的这个防滑程度呢 跟中国的这个上海啊 或者说跟香港都很类似 但是它没有爬手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第一呢 美国人警觉性强 你如果想从一个 美国人的口袋里 偷东西是很困难的 你可能一接近那个美国人 就发掘了 就是这不像中国人 中国人你接近他的时候 他发掘不出来 或者你有个人 在打扰他一下 他就忘了自己口袋里 他牵一匹夹子 就可能被偷走了 不过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什么呢 还有一个另一个原因 保护了美国人 就是说呢 美国人的正义感 如果你敢偷东西的话 其实周围很多人 是能够看到的 能够注意到的 这周围的人就一起来抓你 来打你 这就是在美国 所以在美国呢 爬手早就死绝了 可能美国历史上 有过爬手 比如说来自中国的 来自越南的 来自俄罗斯的 来自意大利的等等 可能有过 或者来自法国的 但是这些人 到了美国以后呢 都被打死了 就是说呢 他就不可能再产生 只剩后断了 所以说呢 美国的很早很早 这个爬手就绝集了 只有在类似 中国那样的地方 这个爬手呢 他偷东西 旁边的人是不问的 假装看不见 哪怕有十个人 看见了 没人过问 也没有人 更没有人去追打小偷 因为整个社会的人 没有正义感 大家都假装看不见 所以小偷在中国 流行了几千年 凡是在码头 在菜市场 在人口密集的地方 总有一批小偷 在那转来转去 实际上派出所的警察 也都跟他们非常熟识 而且那一带的 那个商户呢 都认识他们 互相都打招呼 甚至彼此很礼貌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觉得是邻居 在中国这个社会呢 犯罪是正常现象 大家都见怪不怪 但是有一个 这个国家的 就很有意思了 他连钱都不偷 为什么呢 因为没钱可偷啊 大家都穷得要死 所以说呢 这个国家的小偷 只偷粮食 每年都有很多小偷 因为偷粮食 被抓住 被活活打死 因为在这个国家呢 偷粮是死罪 你哪怕偷一块饼吃 偷一把米饭吃 可能被抓住了 就要被活活打死 这个我小时候见过 小时候 我在这个 有一次呢 见到戈壁一个地方 说打死人了 说两个人呢 就是因为偷粮食吃 被村民们活活打死 我小时候在乡下 跟爷爷奶奶生活过几年 所以知道 中国的这个农村 是非常残酷的 你偷东西 被村民抓住了 真是要活活打死 然后呢 这个国家呢 由于成期的 这个营养不良 据这个联合国统计呢 这个国家 42%的这个儿童 营养不良 有很多大头鹰 而且呢 他还严重 就是这些 这些孩子 慢慢长大了以后呢 一般来说 智力迟缓 这个很多人呢 都是身材特别矮 比如说 他跟他们的邻居 邻国的人相比呢 本来是一般高的 结果现在呢 矮了13厘米 13厘米多高啊 13厘米 我的天哪 这么高 就是差不多一杂肠 你说他这个平均身高 能矮那么多 以至于这个国家的士兵呢 你只要1米42 就是就可以当兵了 以前大家听说过 这个非洲的皮革米人 大概平均身高 是1米4级 据说是全世界 最矮的民族 现在这个国家呢 我估计就要创纪录了 可能再发展个10年 20年下去呢 这个国家的人的身高呢 可能也要低于1米4 也就是全部变成猪辱 这就变成一个猪辱国 一个化石国家 一个人类 就是暴政 邪恶与暴政的化石国家 然后这个国家 还有一个七八的呢 这个国家呢 你要是到医院里 就病得很重 需要输这个 比如说葡萄糖啊 生理盐水啊 对不起 医院里没瓶子 你得回家去找瓶子 坦坦坦坦的 什么找来 然后给你 你自己洗干净 然后给你装点水 然后给你掉 那为什么 那干净嘛 那会不会传染疾病啊 我的天哪 这个国家也确实太齐八了 地球上怎么能有 这么离奇的国家呢 而且这个国家的 这个学生呢 还没有自己的书 大部分学生是没有教材的 就是很多小学生 中学生实际上 都没看过什么教材 或者都是老师说什么 他们跟着背什么 然后装模作样的 就学了点东西 他们一天到晚 都在背他们统治者的言论 语录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 就是大学生 也只能够从那个 班级呢 从图书馆里借书 而且你不能把书弄坏了 你要是敢弄坏一本书的话 你这个大学生资格就丧失了 你就被开除了 这个国家就是这么残酷 这个国家呢 还有呢 它最流行的歌曲 但是这个国家呢 虽然刚才我讲了 这种情况你看 普遍的饥荒 三分之二的家庭 要吃草根素皮 然后不准用微波炉 没有手机 普遍营养不良 但是呢 这个国家的人 最主要的呢 要唱一首歌的学生 就全国人民都会唱一首歌 而且经常唱一首歌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什么呢 我们最幸福 他们是最幸福的人 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他们的幸福指数达到了百分之百 这是全球唯一一个幸福指数达到百分之百的国家 而且这个国家的首都呢 还写着口号 大幅标语 我们只吃两个 号召全国人民尽量少吃 所以以至于这个国家呢 据说呢 全国人都瘦骨临寻的 都是乐把骨 一根接一根的 就是你看那个衣服就能看出来 全国呢 据说呢 这个国家呢 全国只有一个胖子 而且这个国家呢 男人的头发不允许超过五厘米 就是说呢 如果超过五厘米 立即就逮捕 这个国家只允许一个人的头发 超过五厘米 那就是他的统治者 其他人呢 你看 没有一个人的头发超过五厘米的 都跟部队养兵 跟部队的规矩一样严格 这个国家 全国人民都吃两顿饭 只有统治者 一个人大概可以吃三顿饭 这个太残酷了 我很难想象这个国家如此残酷 而且这个国家呢 最仇恨的就是美国 认为美国呢 都是一些杂种国家 他们是纯种国 他们觉得自己呢 就像那个德国牧羊犬一样 或者日本的一种狗一样 叫秋天犬一样 是纯种狗 这个国家 坚持是七八透底了 他们不光仇恨美国 他们还仇恨日本 还有呢 他们还仇恨中国 而且呢 每年的中国 给他们大量的粮食 石油以及各种物质 甚至呢 给他的国家领袖呢 每年要给几十针的茅台酒 要知道那些茅台酒 都是紧急茅台 最贵的 有一百多万元 人民币一瓶的 但是这个 送给这个国家 但这个国家 丝毫不领情 觉得中国 你贡献这些东西 是应当的 因为这个国家呢 他的领导人呢 是整个宇宙的领导人 号称宇宙无地大洋帅 其实呢 讲到这里 大家也应该都清楚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这就是 共产主义的国家 这个地球上 唯一的共产主义国家 现在纯正的 共产主义国家 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上 有过很多 各种各样的 共产主义国家呀 你比如东欧 八个共产党国家 它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这个传承 它有这个 东正教国家 也有基督教国家 也有这个 天主教国家 但是呢 还有这个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都有 但是它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像这个 朝鲜这么离谱 实际上 这就是儒家思想 在起决定作用 也就是说呢 朝鲜呢 应该说 百分之七十呢 它是一个典型的 儒教思想 也就是服从 就是所有的人民呢 都像牲口一样的 服从这个国家的 领袖的这么一个国家 其次呢 它是 它是最彻底的一个 儒家 大同理想的国家 这个国家呢 实现了大同的理想 也就是共产主义 就是孔子所说的 大同世界 所以说呢 这是地球上 唯一的一个 实现了大同世界 梦想的国家 这是一个荒诞的国家 这是一个罪恶的国家 所以前一段时间 人们为什么 对这个金正恩充满了兴趣呢 因为这个国家 一切都是迷 今天呢 我就是告诉大家呢 一点这个国家的 这个令人 这个 就是这个国家的 这个 这个令人奇怪的 这个种种的 这种状况 好 谢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